欢迎大家来到马来西亚记录大厨商企版的辉煌人物 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超卓企业领袖的其中之一位 他就是来自林沃生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董事经理丹帅林沃生 丹帅 你好 你好 那跟他们谈谈 告诉我们的观众 你集团的宗旨是什么呢 我们的集团 林沃生集团的宗旨是我们是建房子的 所以积极着有起务的时候 是给每个马来西亚的公民有机会买房子 因为我们的房子是中价的比较多 但是你看到建林是比较高价的 所以每个人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家 明白 现在我们谈谈神帮你 还记得你继承副业的时候 你自己有没有自己的梦想 其实我们父亲是很伟大的人 看我那天讲的 他只是跟我讲 他只是读到三年级的书 他那目的要把我们的兄弟送去国外读书 读到学会来 就算你继承不继承他的副业 最低的就是你出来 在外面社会你可以找到工作 养你自己的家 所以当时我父亲他做承包建筑商的时候 在1980多70多年的时候 我就有开始要做个工程了 就是因为本来 也是个原因 因为老人家有时候 不空的时候带我们去场地去看 所以场地去看就要繁殖那些工人在做 无形中制造了给我一个兴趣对建筑 所以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就选择做同一工程 就是这样的 也就是变成你自己的梦想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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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当时这么成功啊 还有没有梦想呢 其实你看我要讲的转型 这个是一个很 从我在想开始的时候 在1970年 80年代的时候 我从大学回来的时候 就帮助父亲 你知道我父亲是建筑商 他也是一套朋友 别人的经验 来帮他看那个工厂 所以我从那边一起 都80年代的时候 我们那时是经济萧条啊 那个recession 所以他有做了很多产工 就是钱收不到 这么辛苦 所以我就想在90年代 我跟父亲说 我们要转型 转地步转型说 从建筑商转为发展商 就是在1992年的时候 但是我们的第一个发展 是等于在1992年那个 我们的马来西亚 以球队来到汤姆斯贝 过了25年 拿到汤姆斯贝 写作证服给他们 有五十个球员 然后加上那个 那个马来武术 跟那个马来座子的球员 从那边我们就开始 我们做我们的发展 所以转型到我们在1997年的时候 金融风暴的时候 我们买了地了 那时候我们从92年 我们从零的地步零的一级 到现在我们有十千一级的地级 从那么多年来 所以从那边开始 我们就那时候我们要一直要做一个发展商 发展商我们建的是比较中等 中等那时候是比较高等 马来西亚的经济也没有澎湃 没有这么好 刘家也没有现在 没有现在做好 所以我们就说 做那个建筑商 我们做那个发展商 做中等在布基加利 又买一块地 那时候我打算说 一个房间卖一百八十千 一百千就很高等了 那时候十八万二千 但是金融风暴在1997年时候 那个人民马币就在跌 每人讲说CVFi 我们在马币五块钱 一个美元五块钱 大家人心惶惶 你看到每个人怕 但是我每次怕 怕我们怕 那时候我在医保 见到一个老妇女 叫到我办公室的时候 哭 她很怕 我说没问题了 我明天会更好 其实我们心里也是有一点 所以从那边使我们的房地 因为我们买块地 也是跟银行借钱 但银行好像没有 很多听说朋友 很多朋友说 他一样是收回那些贷款 但是我们没有收回 因为可能我们的 知名度诚信好 但是我们说既然这样 这样的金融风暴 大家怕 你是十八万的房子 十九二十万的房子 卖得出吗 所以我们把它转为中等 中下等的房子 比较家庭比较好 那你从本地的发展到中国 可以谈谈你在中国的项目吗 我们那个珠海国际赛车厂在珠海 现在珠海的地很旺 因为香港的 香港那个桥从香港到珠海 我看在连维会开始启用 珠海那个工程是很大的 我看还是有中国人可以做得到 所以这个桥 那个路一通 等于我们那个 低价的升值 但是我们呢 有两百六十五一级 一两百四十之后 中国他们叫做一百零七万平方米的地 这个地呢 我们是做 本来是维持做塞车的 塞车 一个塞车有一个圈是四点三公里 所以塞车活动是很活跃的 在1993年到现在 已经办了一千厂的塞车 大小塞车 所以这个珠海国际赛车产呢 是在世界呢 也是有很有名知名度的 这个是坦白说的 因为我们的员工 办的是好像有职业性的 有一个专业的事 但是随着2013年的时候呢 那个中国主席习近平 他也推荐那个中国的 所谓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 也是一个经济的 所以马来西亚是 很重要的国家 但是尤其是马路家 你有什么意见给一些 还在努力 要有自己一个家的人 我相信 那个房价不会再跌了 不会跌了 因为 只是交通慢都不会 不会跌了 为什么呢 你看马来西亚每年的成长率 五个百分之后 五个百分之后 以那个 CDP五个百分之后 五个百分之后 到六个百分之后 现在可能明年会到 你看 看那个中国一带路 但是那个 跟到五个百分之后 是房价也非常生质的 没得走 生质的 所以认为 应该年轻人 趁这个机会买房价 明白了 那即使关键是什么呢 是趁了买 如果你还嫌贵的话 钱比更贵 对吗 Danshree 哈哈 其实我个人看法就对了 应该是对了 好 谢谢你 Danshree Danshree